特别新闻报道特别新闻报道 樊村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游行灾难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我们最好的朋友方块哥和大傻春 引起了樊村村民们的暴露 现在这群樊村村民决定 除掉我们最好的朋友方块哥和大傻春 现在现场一片混乱 村民们在不断地愤怒呐喊 除掉他们除掉他们除掉他们 我们都非常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方块哥和大傻春会受到如此残酷的对待 但是这些答案我们都无从得知 现在我们已经联系了警方 希望警方能快速抵达现场 维护秩序救下方块哥和大傻春 不让他们受到伤害 我一定会找出真相给大家一个交代的 黑等等这里有个外人 他想跑大家快追别让他给跑了 不好我被村民们发现了 快跑我得尽快离开这里 站住给我们站住 别想跑 呃我的脖子好痛啊 这里是哪里发生了什么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这里是个什么地方 我怎么感觉我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 嗯等等大傻春你怎么也会在这里 大傻春你怎么看起来好像有点透明呢 不不不不方方方方块哥 你怎么变成了幽灵了 发生了什么 等等我好像也变成了只幽灵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为什么会变成了两只幽灵出现在这荒郊野外 是谁把我们给丢在了这里 还有我们的身体呢 我们的身体去哪里了 他们被放到哪里去了 这一切都太奇怪了 我和大傻春都变成了一只幽灵 但是我们的身体却不在这里 而且我们都好像完全失去了记忆 根本不记得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是怎么死的 还有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们有非常多的问题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们答案 这太糟糕了 我想我们最好回到村子里面 或许我们能在这里面找到我们突然变成幽灵的原因 我想现在那些村民们一定很担心我们 因为我们突然之间就嘎掉了 等等快看那方快哥 你的房子那里有好多警察叔叔 我想他们一定是来调查你嘎掉的原因的 等等快看那里大傻春 你的房子着火了 是谁干的是谁用火烧掉了我的房子 难道我就是因为这个才嘎掉的吗 那我的身体是不是现在还在我的房子里面那里 我们必须想办法找回我们的身体 这样我们才有机会重新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体里面 让我们进去房子里面看看 看看能不能在这里找到我们嘎掉的原因 没有没有什么也没有 我的房子里面看起来一切正常 除了多出来的这些警察在这里 没有其他什么异常吗 希望这些警察叔叔能尽快调查清楚我们嘎掉的原因 还我们一个公道 让那些害我们嘎掉的凶手得到应有的惩罚 现在让你的房子那里看看吧大傻春 看看能不能在你的房子那里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等等那里有个村民 有个村民从我的房子里面跑了出来 难道是他放火烧了我的房子吗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开始怀疑我们嘎掉会不会就跟这些村民有什么关系 等等天哪发生了什么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里发生了什么 大傻春的房子看起来已经完全被这些村民给毁掉 没有了一切都没有了 我的房子我的避难所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一直尽心尽力的去守护这个村子 帮助那些村民 最后换来的居然是这样的结果 太糟糕了 也难过了大傻春 我们一定会查清楚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想或许我们应该去到村子里面调查大傻春 这一切一定都跟这些村民脱不了干系 让我们走吧 我们一定会找到真正的凶手和我们的身体 报告警官我们找到了一条有用的线索 这条线索对我们对这个案子的调查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在房子的后面这里找到了这些脚印 我们根据这些脚印的踪迹指向 找到了那两名受害者的床 但是奇怪的是这里并没有受害者的身体 很显然是凶手故意把他们给藏起来了 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们为什么要把他们的身体给藏起来 这里有两个村民方快哥 他们好像在讨论这些什么 哈哈哈哈真不敢相信我们居然真的成功除掉了那两个凡人的家伙 现在我们的村子终于可以恢复宁静了 再也不会有人来偷我们的饼干和食物了 只要我们假装不知道永远都不会知道这是我们干的哈哈哈哈 太可恶了是村民 是这些村民伤害了我们 害我们变成了这样 我不敢相信居然真的是这些村民干的 我真想把刚刚听到的一切告诉那些警察 让他们把这些邪恶的村民给抓起来 让他们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 但是我做不了 因为那些警察现在根本就看不到我们也听不到我们说话 开开门有人在里面吗 我们是警察 不好是警察来了 大家说话都小心一点 您好我们是来调查这次樊村失踪绑架案的警察 我们在失踪的方块各家附近找到了一些可疑的脚印 而那些脚印只达到了南道房子这里 现在我们怀疑是你们绑架了他们 冤枉我们什么也没有做过 我们对他们两个的遭遇感到难过 因为我们的关系非常的好 所以不可能是我们绑架了他们 就是他们就是他们伤害了我们警察叔叔 快点把他们给抓起来 我不警察没有在这个村民家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 这些村民看起来实在是太可疑了 他们一定在隐藏着什么 这起案子跟他们绝对脱不了干系这些可恶的村民残忍地杀害了我们 并把我们的身体给藏起来了 我们必须得想办法找到我们的身体才行大赏村 不知道这群卑鄙的家伙到底把我们的身体给藏哪里去 等等那群村民呢 刚刚那群村民都跑哪里去了 我刚刚还看到他们在这里了 才那么一会时间他们怎么就不见了 我敢肯定他们还在这个房子里面大赏村 可是这个房子是空的呀 一个村民也没有 这就是奇怪的地方 让我们再仔细找找看他们到底走哪里去 明明刚刚都还在窗户外面看到他们的 就才那么一下子就全都消失不见了 这太不合常理了 等等这个是什么 我知道了 大赏村快过来看我知道那群村民跑哪里去了 我就知道他们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从房子里面出来了 他们一定是都躲进这个地下通道里面去了 我有种预感我们的身体就在这个地下密室里面 让我们下去看看吧大赏村 我简直不敢相信在这个简陋的村民房子下面 居然有着那么大的一个地下密室在这里 糟糕是密码门 如果我们不知道正确的密码的话 那么我们就没法从这里进去大赏村 可是我们该怎么找到这个门的正确密码是多少呢 除非那个村民亲口告诉我们 等等我感觉这幅画的后面好像有东西方块哥 哦太好了我的直觉是正确的 快过来看方块哥 这里有个箱子 这个是什么意思8加2 看来是一道数学解答题 这真的很难 但是我想我们的观众朋友已经知道答案是多少了 屏幕前的你们告诉我们答案是多少了 好吧 希望我的猜测是正确的 一灵成功的箱子被我们成功打开了 果然大家都知道正确的答案是10 好了 现在让我们把正确的密码输入进去吧 太好了让我们走吧大赏村 这些村民实在是太狡猾了 居然在这里设置了一个那么难的独木关卡在这里 但是即使这样我想我们一样能从这里过去的 好吧让我们走吧大赏村 放轻松打开我们的双手保持平衡 很好就是这样 我们一定能成功的 坚持住就差最后一点了 321跳完美成功抵达 不敢置信我们居然真的做到了 让我们继续前进吧 啊 我现在越来越敢肯定这个地下室里面一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了 大赏村 不然这些村民不患耗费那么多心思在这里打造这些机关的 但是即使这样也不能阻止我们继续前进 无论如何我们都会跨过这些关卡 找到我们的身体 然后让这些伤害我们的村民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 就凭这些激光可难不倒我们 只要我们足够细心小心地越过这里 我们就能成功顺利地从这里出去了 好了我们就快要到了大赏村 不管多困难我们都能够成功克服的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过来 让我们走吧看看下一个房间里面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 等等这个是什么 这些砖块看起来和普通的砖块好像不太一样 等等我知道这是什么了方块哥 这些是TNT炸药方块 我们必须像这样快速地通过这里 不然就会被炸飞或者从这里跳下去 好吧我懂了 虽然这很危险 但是即使是这样也阻挡不了我前进的步伐 我来了大赏村大赏村我来了 一次通过完美 让我们继续前进吧大赏村 某情况有点糟糕方块哥 这个房间里面被一堵熔岩墙给隔开了 如果我们想从这里过去的话 必须穿过这些熔岩才行 算了管不了那么多了 反正横竖都是死 不对反正我们现在都已经变成幽灵了 也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 让我们走吧 奇怪这些熔岩一点也不烫 难道这些只是那些村民放在这里吓唬人的障眼法吗 不过这可吓不倒我们 让我们继续进入到下一个房间看看吧大赏村 这个房间看起来好像很简单方块哥 这里的下面有些水 我想我们只需要从这里跳下去就可以了 让我们走吧三二一走你 不不不不不我就知道这些水没有那么简单 这是一些具有毒性的水 在这里面会损耗我们灵魂的生命值 这些村民实在是太狡猾了 这里到处都是他们的陷阱 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方块哥 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借助这些锋利从这里上去 让我们走吧大赏村 奇怪这是个什么地方 那个村民的地下室为什么会通往这个奇怪的洞穴里 等等方块哥快过来看 那里好像有个村民在那里 他在那里干什么 让我们赶紧跟上去看看 我想只要我们跟着他走就能找到我们的身体在哪里了 刚刚那个村民好像就是往这个方向跑了 我天太快看那里方块哥 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被挂在这里藏起来了 难怪我们找不到我们的身体在哪里 原来是被这些卑鄙的村民给藏到了这里 这些村民想干什么 他们想对我们的身体干什么 他们怎么能这么做 他们怎么能如此冷漠无情地对待我们的身体 亏我们平时还总是帮助他们 保护他们 最后居然得到的结果 居然是被这群卑鄙的家伙集体给谋杀了 太可恶了 这群村民实在是太令我失望 我们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了那么久 他们却是这样对待我们的 是时候该回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去了大赏村 他们会被我们给吓得找不着头脑呢 来吧321走你 等等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复活了方块哥和大赏村复活了 这怎么可能他们不是已经搭掉了吗 怎么可能 难道他们是鬼吗 我们不是鬼我们是人 这家伙被弟弟居然是这样对待我们 我们不会就这么轻易放过你们的 所有人都给我站住别动 警察我们是警察 太棒了警察来了警察叔叔来救我 我天呐方块哥大赏村 我很高兴看到你们来世 真不敢相信你们居然还活着 我还以为你们已经 警察叔叔是这群卑鄙的村民绑架了我们 他们想伤害我们 请你们一定要把他们给抓起来 放心我们一定会为你们主持公道 所有村民都给我上车 你们将会得到你们应有的惩罚 照顾好自己方块哥大赏村 至于这些村民我们会好好地惩罚他们的 谢谢你们警察叔叔 你们就乖乖去监狱里面好好改造 等到你们学会如何做个好人的时候再回来吧 我是姐姐 不发新闻 被视为致命的红色有毒气体 正在我的世界蔓延 请所有村民立刻撤离 毒气 这是什么 情况看起来很糟糕 我们要不要去外面看看 你说得有道理 我看外面好好的呀 那些动物们正在草地上玩耍 并没有看到任何有毒气体 好像是的 难道新闻是骗人的吗 等等麦器快看情况不妙了 毒气从森林蔓延出来了 我的天呀 新闻没有骗人 有毒气体要来了 是的 这个情况非常糟糕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了 现在外面的动物都在四处逃窜 而且有毒的气体 马上就覆盖到我们房子这边了 完蛋了 这下该怎么办 我们必须得想想办法 我们已经被毒气包围了 完了完了 这下死定了 麦器我们必须要逃出去 可是 周围都是毒气 放心吧麦器 我记得有一个逃生装置 这里有一个拉杆 只要按下这里 就会出现一条秘密逃生通道 来吧麦器快下来 顺着这条通道过来 这里有一个箱子 里面有一些装备 现在就让我们全部拿上吧 哇 姐姐你的装备准备的还真充足 那是当然我们赶紧穿上翅膀 吃一个金苹果麦器 我们该走啊 这里有个按钮 只要按下它头顶 就会打开一条通道 麦器就是现在 你一定要紧紧的跟着我 好的没问题起飞 哇 我现在飞得真高 快看身后毒气已经蔓延了 非常严重啊 我们需要赶紧离开这里 麦器让我们远走高飞吧 听起来不错 就这样飞了两个半小时之后 终于来到了一片安全的空地麦器 我们就在这里降落吧 这里看起来一切都好事的 我们做到了 我们逃离了毒气危机真棒 现在我们离村子超级远 毒气绝对不可能扩散到这里 等等麦器情况不妙 你快看身后那些毒气 又开始蔓延到这边来了快跑 是吧 我的天啊 我们都已经飞那么远了 毒气居然还能追上来 麦器 我现在有一个主意 我们一边逃跑 一边收集一些石头和木头吧 我想我们必须找个地方躲起来了 光是这样是甩不掉那些毒气的 好的我们要建立一个封闭的地方阻挡那些毒气经 我们会度过这次难关的对吧 是的这些毒气已经蔓延过来 麦器我们得走了 我要趁现在赶紧多收集一些物资 毒气蔓延的速度可真快 我感觉要来不及了 收集到了石头之后 我要升级一下工具 麦器我们走吧 快我们要一路收集物资 否则我们的物资将不足于我们建造避难 这些毒气一直在靠近我们 那奇快走这边有个山洞 快进来 好险啊 刚才差点就被这些毒气覆盖 这些毒气停留在了洞口 趁现在有时间 我们把这个洞口封闭起来就像这样 我想现在那些毒气应该已经进不来了吧 我们现在应该算是安全了 嘿等等 这个毒气从另外一个洞口渗透进来了 情况不妙 麦器快走 我的天啊 他仿佛就像是在跟我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我们得寻找一个地方躲避灾难了 快走 麦器相信我 我一定能够找到办法生存下去的 好的 我相信你 挖麦器快来啊 我发现了熔岩 可是永远有什么用呢 他能够对抗毒气吗 我们可以利用熔岩制造出黑钥匙 然后来打造地狱传送门逃到地狱 哇 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方法简直太妙 我们躲到了地狱那毒气绝对不可能再缠上我 还等什么 赶紧动手吧 好的 现在就让我用水来制造黑钥匙 好了 这一片都已经变成了黑钥匙 我们赶紧把这些石头都收集起来吧 在毒气到来之前 我们需要大量的黑钥匙 我将会在这个地方来建造地狱传送门 很好就像这样 接下来我需要一个打火机 点火地狱门完成 实在是太妙了 快看了 毒气过来了 麦琪我们必须赶紧逃走 快点麦琪赶紧跑到地狱 呜呼我和麦琪想办法逃到了地狱 太妙了 我们终于摆脱了毒气 现在我感觉在地狱里面非常安全 试得等等情况不妙 这些毒气居然还能通过传送门冒出来 我的天呀 他们怎么阴红不散呢 难道我们只能逃跑了吗 真的是太糟糕了 我们赶紧先跟那些毒气拉开距离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赶紧利用剩余的黑钥匙来建造另外一个地狱传送门 逃回原来的世界 毕竟地狱阻挡不了毒气的入侵的话 我们还不如回到原来的世界 快看了 这里有石鹰块 我们赶紧把它收集起来吧 说不定它会派上用场 赶紧动手麦琪趁毒气还没有抵达这里 赶紧收集起来逃跑 麦琪快往这边来 我们已经走了很远了 我必须要在毒气抵达这里之前建立一个传送门回到地面 还等什么 赶紧动手吧 我没有黑钥匙了 麦琪只能靠你了 放心吧 我还有黑钥匙 已经建造好了 接下来我要用打火机开启 很好地狱门完成了 杰杰如果我们回到地面上 我的世界充满了毒气 那我们该怎么办 没关系 反正毒气很快也会占领地狱 与琪死在这里 我宁愿回到原来的世界 而且在地狱里面走一步 相当于在地面上行动了一百 我们已经跑了很远了 我们出到地面上一定离那些毒气非常远 哇 那我就放心了 毒气一定跑不了那么快 那我们赶紧回去吧 咱们走吧出发 哇太好了 我们做到了 毒气还没有抵达这个地方 太好了 说不定那个毒气已经消失了 现在已经没什么好担心了 嘿等等 那是什么 我的天呀 地狱里面的毒气正在通过这个出口涌出来 麦琪糟了我们快走 我低天啊 真是太糟糕了 我的天 现在我已经很累了 等等 麦琪我看到前面有一条村子 说不定那里有人能拯救我们赶紧走吧 我们利用翅膀飞过去吧 好的 很好离那个村子越来越近了 就在这个地方降落吧 很好 我已经成功抵达了这个村庄 你好 有人吗 请问有没有人在 有没有人呀 这个村子怎么连一个人都没有 或许他们已经撤离我的世界了 好吧 我的世界只有我们两个来不及逃跑的宝霉蛋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不会就下死定了吧 不会的 我们必须要想办法生存下去 黑等等麦琪 我发现了一个舱门 这是个什么东西看起来像是一个入口 你说下面会是什么呢 麦琪情况不妙了 你快看身后 我的天啊 毒气要来了 不好 我们已经被毒气包围了 现在我们无处可逃 唯一的办法就是只能进入这个舱门了 那我们赶紧走吧 快点下去我的天呀 这真是一个超级长的入口 下面还有一大块棉叶 还好还好 我以为要屁股摔开花了 这是个什么地方 这里有个拉杆 我们拉开来看一下 哇打开门了 我的天呀 这是个什么地方 这是一个地下避难所 哇 我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 而且这里还有这么多的村民 或许这些村民全部都是来不及逃跑的 所以躲在了这个地下避难所里面 哇太好了 我们现在算是安全了 我想应该是的 就这样时间过去了一星期之后 我和麦琪已经在这个地下避难所待了一个星期了 我们很想知道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我们看到新闻说现在毒气已经消失了 那还等什么节节我们赶紧出去吧 很好 那就由我们来探路吧 我们现在要出去了 通过这条长长的梯子 我们就能抵达地面 麦琪要小心 如果外面还有毒气的话 或许我们又要回到这个避难所里面躲避灾难 不过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 我想我们应该已经安全了 好了麦琪我们已经抵达出口了 我要开门了 好的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要出来了 挖毒气不见了万岁麦琪 我们躲避了这场灾难 太好了我们活下来了 大家好 我是阿俊 今天发生了一件极其糟糕的事情 那就是我最好的朋友铁柱 突然得了一种罕见的病症陷入深度昏迷 铁柱你不要吓我快点醒醒呀 我们还有好多地方没有冒险呢 不行我得赶快去询问一下 白博士铁柱的情况真希望他能够康复 你好白博士快点来救救铁柱 他已经昏迷了整整一天了 还是没有任何苏醒的迹象 反而心跳的脉搏越来越弱 再这样下去的话恐怕铁柱会有危险的 是的阿俊经过我一夜研究 发现问题出现在铁柱的大脑里面 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喝下我研制的这款药水 让你的身体变小从而进入铁柱体内查明原因 好的白博士我这就把这个药水喝下去 天你我现在变得也太小了吧 感觉还不如一个蚂蚁大 阿俊记住缩小药水是有时间限制的 要是时间已过你还没有变回来的话 恐怕到时候你和铁柱都会有危险的 好的白博士我记住了 为了能救回铁柱我愿意冒这个风险 事不宜迟我这就从这里进入铁柱的大脑里面去 天你这里难道就是铁柱的大脑内部 前面应该就是各个部位的操作机关了 等等我怎么听着后面有着什么奇怪的声音 不好铁柱的大脑里面居然进入了个蜘蛛怪物 难道铁柱陷入昏迷罪魁祸首就是它 好的看我不直接把你给消灭掉 不对这个蜘蛛怪物好像对铁柱的大脑没有问意 看样子它应该是想利用蜘蛛网在保护脑部核心 我知道这个蜘蛛怪物一定是铁柱体内的保护系统 它肯定也察觉了铁柱的情况不对 所以为了防止大脑遭到一些不明危险 才使用大量的蜘蛛网将脑部核心给保护起来的 不行我得抓紧一点时间 赶快让铁柱的身体活动起来 就是这样将这些机关全都开启 太好了真的成功了铁柱重新站立起来了 阿俊做得好不过你刚里还没有完全适应这个身体 最好先使用轮椅行动以免伤害到铁柱的身体 对来根据我的检查报告显示 铁柱现在的体内非常的缺少水果元素 所以要想让铁柱彻底苏醒你还需要前往水果店铺 让铁柱的身体吃一些新鲜水果恢复健康 好的白博士我这就出发希望能让铁柱尽快恢复 不得不说控制铁柱的身体是个比较困难的事情 好在我使用了白博士交给我的轮椅 要不然单单让铁柱走路都会很麻烦的 买水果了新鲜的水果了 终于来到了水果店了我得赶快购买一下 你好老板这些水果只要是新鲜的都给我来上一份 好的我这就给你打帮欢迎下次再来 太好了我现在先吃个水果 这样的话铁柱就可以恢复过来了 等等这是出了什么事情 我怎么直接和铁柱的身体断了联系 糟了看来是铁柱身体中 那些可恶的病毒怪物发现我了 他们不断的朝着我攻击过来 好的来吧让你们也尝尝我的厉害 看我直接给你们最后一击 好的成功的把他们消灭了 我得赶快重新连接铁柱的身体 以免发生什么意外 等等为什么机关还是没有反 难道说那些病毒对铁柱的身体做了什么手紧 看来我得进入到它的身体内部检查一下了 应该就是这个入口了让我下去看看 我最好还是小心一点 这些怪物的攻击力还是相当强悍的 糟了这里果然还有其他怪物 正没想到这些怪物的听觉居然这么灵敏 我刚已进入到这个区域就被他们给发现了 好的既然这样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终于把他们全都消灭了 不行我得赶快检查一下铁柱的身体 我已经在这里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天哪看样子铁柱的身体居然大部分都被石化了 我得赶快想办法帮它给修复一下 等一下这里有个箱子让我打开看看 太好了里面有好多的健康方块 有了这些肯定就能帮助铁柱恢复的 我先用梯子上去方紧接着 我再用搞透把石化的部分挖掘 然后再换上新的 好的就像这样我得加快的时间了 终于大功告成了这样铁柱的身体就完全康复了 我现在就上去试一下能不能连接上铁柱的身体 我必须要再快点了 要不然的话 药水的力量就快要失效了 让我直接启动看一下 你好村民你没有事情了 快点醒醒 好的成功了 看样子我突然疯了 把水果店老板吓了一大条 你好老板我已经没有事情了 谢谢你的关系 我现在要赶快回去让白博士把我变去 要不然我和铁柱可都要危险了 终于赶快回来了白博士 我已经把铁柱的身体完全修复了 你快点使用解药把我给变回去吧 我可不想到时候和铁柱遇见什么危险 阿俊真的没想到你居然做到了 让我再为铁柱检查一下身体 太好了铁柱现在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 我这就把恢复解药交给你 你只要喝下这个药水 你就会从铁柱的身体里出来恢复原样的 好的我这就把这个药水喝下去 太好了果然有效果 俊哥谢谢你救了我 我还以为这次真的狗蛋了 没事了铁柱已经完全康复了 特殊警报 特殊警报 阿俊我们有麻烦了 今晚将会有一大波僵尸入侵我的世界 什么 这事可真不小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或许我们需要建一个最强安全屋才行 可是要建什么样的安全屋才能抵御僵尸入侵呢 哈哈我想到一个非常完美的主意 今天我们就用这个 看看这个 哇塞 这是一个传送门吗 是的这玩意儿简直太好了 能把那些僵尸都送到地狱去 所以今天咱们就用这些神器来建个安全屋 然后把所有僵尸一股脑的送到地狱去 三娃这主意听起来真不错 接下来我们赶快开始吧 不过首先咱们得建一个房子 没有这玩意儿我们没法开始 我认为这个位置就看起来就不错 是的阿力我们要抓紧时间了 因为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了 距离夜晚还有一小时僵尸就会入侵我们的村庄 所以我们要加快步伐 看看这个 整体的房屋框架搭建好了 看起来还不错吧 接下来咱们还需要弄一扇门 窗户上也要安装上透明的玻璃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看清楚外面的情况 哇哦真是太棒了 现在房子算是完工了 接下来我们建个屏障来保护咱们的新家吧 我们就从这开始 用地狱的力量来建这个屏障 相信那些僵尸都会一脸懵逼 真是太棒了 侧面也加点玻璃 让它再高点 这样视野就更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样来画这个防线 看起来这个防线真是让人捉摸不透 我想僵尸大军肯定过不来的 如果他们想从侧面进攻 这传送门就直接把他们送进地狱 哈哈这绝对是个完美的安全屋 不过等等 要是他们从后面进攻那又怎么办呢 也许我们还是得想个办法 阿力不如我们再建一个大的熔岩轨道吧 这样就能挡住他们的进攻 并且可以成为我们的第一道防线 熔岩轨道挖好后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轨道填满熔岩 这个简单又强大的陷阱就构建好了 这样我们将能抵挡住大部分的僵尸入侵了 简直太完美了 不过我还是希望尽量多地 把他们送到我们的防线上去 熔岩这边只是增加防御措施 对于屋子前面 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 我们在这儿做一个传送门陷阱 因为僵尸肯定是不知道的 不过我会在上面再铺一层井盖来做外层陷阱 三阿这样做真的可以吗 是的 阿力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看效果 怎么样 这个传送门陷阱是不是很完美 是的那些传送门可真不是闹着玩的 太好了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陷阱 不过这个陷阱需要用红石来激活它 但这部分陷阱要怎么用呢 因为这部分比较特别 所以我们需要用红石 然后在房子里安装一个控制开关 就可以从房子里激活它了 真是太酷辣了 可是现在我一个疑问 僵尸到了地狱 我们该怎么处理它们呢 那么多僵尸那要打到猴年满月 这个不用担心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在地狱建一个超级大的监狱 这样子就可以把僵尸困住在那里 让僵尸永远困在地狱下 好的 没问题 我们就从这儿开始建吧 太好了 咱们得用铁棒来建这个监狱 哈哈 让他们变成真正的僵尸囚犯 太棒了 可是监狱要建这么大吗 当然 假如不建一个大的监狱 装不下那么多的僵尸 差不多快完工了 这看起来真是可怕极了 咱们要把僵尸困在咱们建的监狱里 让他们无处可逃 现在我们一切设备都准备好了 我们快回去吧 外面太黑了 僵尸来了吗 怎么这么多僵尸啊 桑阿你快出来看看 等我吃根萝卜压压经 也许我们需要赶紧拉操纵赶走人 等等 陷阱被激活了 哈哈前面的僵尸掉进去了 太棒了 他们进地狱之门了 僵尸越来越多了 而且我觉得后面的僵尸可能会更强大 桑阿咱们快跑吧 不用担心 我们制作的陷阱效果还不错 你看僵尸们像潮水一样涌来 我在屋里看着都惊呆了 没有人能挡得住他们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只有一个跑了进去 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来引开他们 看起来这应该是最后一批了 大家快用小心心为我们加油 以我作为诱饵 这些僵尸就会争先恐后地冲过来 然后我们把他们引到这些传送门屏障上 等等 这样真的可以打败所有僵尸了吗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试一下 可是你发现没有这些僵尸貌似和我们预想的不一样 试的打败他们真是太不容易了 我想知道他们后面到底有多少僵尸 我觉得应该还有很多 现在是时候切断了所有僵尸的进攻路线 咱们来看看成果吧 是的 一切都准备好了 咱们去地狱看看吧 好吧 咱们去看看 我的天那僵尸太多了 简直数不胜数 但是我们做到了 抓住了所有僵尸 咱们从另一边检查一下 我从这里穿过去看看 哇哦真是太棒了 这个安全系统真是太厉害了 要是没有这个强大的陷阱 我们就要成为僵尸的食物了 好在现在这些僵尸再也不能攻击咱们了 他们将永远困在这坚不可摧的监狱 一觉睡醒今天又是一个美好的日子 小杰 那么好的天气我们出去玩吧 你说的对 我们走吧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的村子怎么那么安静 他们是谁 是我们村子里的人吗 一堆奇怪的东西穿着衣服站着不动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我们需要逃跑吗 不 我先看看什么情况 CC胆子还真大 直接跑就僵尸堆里转悠 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了 什么 小杰他们是什么 他们都是僵尸 太阳下山后这些僵尸就会攻击人 什么 小杰他们真的会攻击我们吗 是的 那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他们白天看起来没有攻击性 但是他们晚上就会攻击人 现在我们村子里的防御措施很差劲 我们要在天黑前加强防御系统确保我们的安全 否则我们将会受到攻击 也可能会被他们吃掉 小杰那我们快走吧 我们得赶紧行动起来 没事的CC去我家吧 好吧 跟我来吧 看吧 CC我的房子有最好的安全系统 就算他们今晚袭击也不会有问题 你的房子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小杰 CC环顾了一下小木屋 目前看起来不像你所说的那么厉害啊 那是因为我现在还没打开安全系统 尊都假都 当然是尊都 跟我来 看看这个 随后我把红色玻璃砍碎 露出了里面一个开关 如果我按下这个开关 安全系统就会打开 来吧 CC你来按开关 我们现在就把它打开 我去外面看着我的房子 OK我现在就去按开关 预备死波草 小杰 你这安全系统太强了 现在我是一点也不怕这群僵尸了 你也觉得我的房子很棒对吧 简直率炸了好吗兄弟们 你看看 还有容颜 非常的完美 不过我们还是不能放松警惕 毕竟那些僵尸可不是闹着玩的 他们人数那么多 我们得在房子里再增加一点别的安全系统 跟我来 我带着CC回到了房子里 你看这里 看我的床 你的床怎么了吗 我打碎一半床 你再仔细看看床底 哇哦这是什么 这是我的秘密安全箱 里面有很多安全物 酷啊 这是一个激光步枪 我们暂时就先拿上这些东西 这个我们肯定会使 哦对的 这些东西中有部分为力是相当惊人的 这些东西都非常棒 好了 CC我们现在一起建立安全系统吧 如果想在外面抵达房子 必须经过这座墙 否则就会掉进熔岩子 所以我们应该在桥的前面设置一些路障 阻止僵尸过来 好主意 我现在利用木材打下两个桩 再加上木板阻止他们路 我们直接封锁这座桥 我把障碍物加高 挖这个好 这样他们就没办法跳过来 我搭建成T形台 加上梯子 我们可以从里面上去 但是外面进不来 当当当 我们现在有了一个路障 希望那些僵尸过不来 完美 现在我们可以回去睡觉了吧 但是CC 我们不能绝对保证僵尸过不来 我觉得可以再加一点安全激光保护这座桥 好主意 我直接在这里放置了一个激光 如果碰到它 你将会直受到伤害 我再多装上几个 让僵尸突破防御的几率小一点 够了吧小杰 你已经装了四个 好的 我也认为够了 哈哈太棒了 我们这是已经设置完了吗 CC你要知道如果他们可以打破路障 那他们也有可能会通过激光 确实如此 所以我觉得光是这两个还不够 我觉得应该再添加一点别的安全装置 那接下来安装什么呢 当当当 我掏出一座炮塔 这是个什么东西 这是炮塔 我将会把它放在桥的最末端 等我把它组装好了你就知道 CC你看一座炮塔就完成了 你看到这个拉杆没有 如果你拉下这个拉杆 这个炮塔将会射出强大的激光锁定那些僵尸 并把它们全部照 窝草小姐 你小子怎么会有杀伤力这么高的东西 看来那些僵尸是没有机会能入侵我们的房子了 接下来为了以防万一 我觉得还有必要在房子里面多增加一些安全装置 我们需要装备自己 我给自己配备了一身装甲 还有一把剑作为武器 这个床放在这里真是碍事 蓄尼玛的 不要了 我在墙的角落安装了自动装备 安装好设备后 我再把我的装甲加载进去就完成了 哇哦这个装备也是很酷的 只要你按下这个按钮 就会自动为你配上一身装甲和武器 窝草这也太棒了吧 我们现在的安全系统就是最完美 忙了那么久此时天已经快黑了 小杰我觉得经过我们今天这么一折腾 我们的安全系统应该是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CC我们应该要为最坏的节奏做好准备 好吧 我现在的装备除了有一把剑还有一把激光枪 你过去穿上战甲试试 刮剪直裤 耐斯 走我们出去到路障那里吧 小心一点 不要碰到激光 我想上梯台观察一下这些僵尸现在是什么情况 马上就要天黑了 小杰他们黄昏的时候会攻击人吗 这个我也不知道 窝草他们动了 他们想跳起来咬我 想吃我的脑子吗 CC别怕用你的激光枪反击 这些僵尸实在是太多了 直接用激光枪消灭他们 老娘跟你们拼了 CC小心别下去 快用你的剑砍了 还好CC又跳上来了 那当然 这些僵尸我杀他们像杀鸡一样 只要我们有这个路障拦着 他们就没那么轻易伤害我 是的是的 干得漂亮 快跑 CC快回来 我这路障那里安装了一个炸弹 卧槽 你小子怎么也不提前通知一声 快快快 进屋进屋 CC进来后我赶紧关上了 然后我现在顺着梯子爬上屋顶 我顺便可以在屋顶看看僵尸什么情况 这情况有点糟糕啊 CC 臭僵尸尝尝我的激光枪 虽然我们安装的炮塔和激光消灭了大部分僵尸 但还是有小部分通过了我们的障碍 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激光炮塔应该能把它们全部消灭 那是什么 卧槽 突然炮塔发生了爆炸 小杰炮塔这是怎么了 炮塔因为热量太高爆炸了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尽力而为吧 嗯好吧 CC我的弹药快用完了 我也是 玩犊子了 现在激光枪不管用了 搞什么鬼啊 还剩那么多僵尸 现在情况变得很糟糕 没办法了CC 现在我们必须启动自毁装置了 走吧CC快一点 跟着我 我们现在要离开这里 我来到了我的地下室 我找到一样矿车 CC快上车我们出发了 冲冲冲 我们先跑一步 然后来到了终点 我上了水电梯 必须速度快一点 我们继续加速上升 我们今天做的所有安全系统都没能阻拦他们 现在只能启动自毁装置了 小杰我们现在这种情况能逃脱吗 当然可以你放心吧 我现在希望自毁装置能把所有的僵尸消灭掉 哇屋 终于又上来了 什么情况 怎么了小杰 等会等会CC情况越来越糟了 他们突破障碍了 什么 那确实很糟糕 是时候启动自毁模式了 CC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启动 你什么情况怎么没反应 坏了吗这是 不应该呀 突然碰了一手 房子炸 窝槽哈哈哈哈 碉堡了好吗 我们把他们全部消灭了 我们赢了 这个蛋糕真是太美味了 我要赶紧去和阿丽分享 好像有人敲门 这个时候会是谁呢 还让不让吃蛋糕了 早上好阿丽 发生了什么 这么急急忙忙的跑过来 三娃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我弄到了两张游轮票 我们终于可以去大冒险了 真的吗 你是从哪里弄到的船票 这是我刚才来找你的路上捡到的 我的天 还有这种好事 是的那你知道怎么去那艘船上吗 听说那艘巨轮在那个方向 太好了 那我们快跑过去吧 我真的好期待在游轮上的时光 比如说游泳 休息 享受一段美好的旅程 你们看 这艘轮船好大呀 我从未见过这么的大的轮船 是的 三娃让我们来个史上最酷的跳跃吧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做到 听说只要两个人中有一个会跳 那就没问题了 没想到你真的做到了 你真是一个勇士 不过你跳得像一只海豚 只不过你是绿色的 好了现在轮到我了 我也要尝试那个跳跃 一二三 走你 我的天差点呛到我了 看来我最后跳得不太成功 真是遭到透了 我想你还是躺下来晒日光浴吧 这里有很多地方可以晒 这个主意不错 我也想试试看 我会不会变成一只橙色的海龟 你知道这艘船叫什么名字 它的名字叫泰坦尼克号 这是什么鬼名字 听起来像是个坏消息 下雨了 这雨太久没见了 这是怎么回事 轮船居然在燃起了熊熊大火 这太可怕了 我们必须找到阿力 希望他没事 轮船到处都是漏洞 这画面太恐怖了 我想这艘游轮应该失试了 火势太大 我也看不清火后面有什么 阿力 你在哪里 我得想办法找到它 我们得赶紧行动 阿力醒醒 你快醒醒 不要再睡了 我不想动 现在我全身疼 桑拉这是怎么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坐的轮船出世了 你这个大懒虫 那是一个巨大的怪物 占据了飞船的一半吗 也有可能我们的船撞到什么东西了 这太恐怖了 竟然有这么多无辜的村民 受到了牵连 我们必须想办法活下去 打电话求救 然后尽快离开这里 是的 快看那边有一个那岛 它可能是我们的救赎之地 也许那里会有食物 我们快走吧 我们一定可以的 只是我希望岛上能有蛋糕吃 不过岛上怎么可能有蛋糕呢 我们设法到达了这个岛 但对于那些还留在船上的人来说 这无疑是一种悲哀 如果有人还活着 那真是太令人难过了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周围能找到什么食物吧 是的 我们应该四处探索一下 看有没有怪物出没 真是太糟糕了 我在这里并没有看到心爱的蛋糕 当然 这里没有蛋糕了 只有很多多的树 所以接下我们得找棵树才能活下去 为什么呢 我的世界野外生存法则 要想复仙撸树 现在让我们砍倒这棵树吧 我认为这棵树很适合砍伐 好吧 我们开始吧 看来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什么都没有发现 不用担心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砍完树 就可以建一栋很酷的房子 一个菜园 然后我们就有救了 在城市里过着酷炫的生活 而不是在这个岛上 我们做了一个工作台 不过我们需要一些工具 让我们从铲子开始吧 比如这是清理整个区域的重要工具 可是我不小心做了一堆扭扣 阿丽虽然这些扭扣看起来很奇怪 但我们要用它们来清理我们要建房子的地方 我们的资源有限 所以我们要用临时材料建造房子 比如木头和树叶等等 不过我有个好主意 轮船失事的时候 一定会留下了一堆好东西 我们需要去一艘船去找那些失事的东西 三阿这真是个好主意 所以我们去找些木头来造两艘木法 好了 现在木船造好了 让我们把剩下的资源都收集起来 我希望我们能找到有用的东西 而不仅仅是袜子和除臭剂之类的垃圾 让我们开始行动吧 没想到这里还有章鱼 真奇怪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章鱼 不过没关系 我们需要这些资源 阿丽你说的对 我们需要搜集一切有用的物资 这样才能存活下去 这里火苗我们必须把它扑灭 这样它就不会烧到我们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没有扑灭火苗引发一场大火 结果我的整个房子都被烧毁了 那真是一场噩梦 现在 让我们看看这些桶里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吧 从第一个桶里 我翻找了一会儿 终于找到了一些食物 仔细一看 原来是土豆 第二个桶开始仔细搜寻 在两个头盔和牛奶的旁边 我发现了一把剑 我立刻拿起旁边的头盔戴在头上 要防止它被强烈的太阳烤焦 那一刻 我真的松了一口气 桑娃你看看我找到了什么 这是一个绿色的背包 和我的颜色一样 我真的太喜欢了 哪里 桑娃你为什么要推我下水 我不会游泳啊 别慌 你是一只乌龟 你会游泳的 你别开玩笑了 我立刻开始在其他的桶里寻找新的东西 我发现了很多胡萝卜 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接着在最后一桶里 我发现了很多蘑菇 真是太好了 基本上 我们把所有的桶都搜遍了 找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 我看着手中的收获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回岛上了 但是我们必须在下雨之前盖好房子 不然雨水会淋湿我们的东西 这里也会下雨吗 我惊讶地看着天空 雨水开始稀稀利利地落下来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 虽然这里简陋 但却给人一种莫名的舒适感 屋顶 地板 柜子和工作台都一一俱全 这让我感到很满足了 我们能够从船上得到很多资源 这次大冒险真的很值 可是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一些重要的事情 我们的心思都放在了建房子上 却忘记了寻找最主要的资源 石头 没有石头 我们就打不了低机 所以接下来我们还要去挖一些石头 这些岛屿的边缘寻找 也许可以找到 哇哦终于发现了一个山洞 我们下去看看吧 三马你确定吗 里面黑漆漆的 也许里面有什么怪物 这不是问题 我们可以拿出火把点燃 照亮了周围的环境 这样就不会害怕了 但我们千万要小心翼翼的进山洞 看 这里有一具骷髅 它的旁边竟然有一堆石头 我觉得这越来越有趣了 这些小白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如果他们还活着随时都有可能伤害我们 前面居然有一个铁门 在这个岛上难道还有人居住吗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 我们在荒岛生活了一个月 如果真的有人不可能没被发现 我们快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 但这有一群蝙蝠挡住了我的路 真是太讨厌了 如果不是节省体力 我一定会把他们全部消灭掉的 这里看起真的很奇怪 居然有这么多的死去的小白 会不会是科学家做什么实验失败了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有个箱子 里面肯定有东西 挖塞箱子里居然有四块金子 真是太好了 我们可以用它来制作工艺品 这里还有一台收音机 这是个好消息 我们可以试着联系我的世界并寻求帮助 说真的我不想再待在这个无名岛上了 不过前提是它能接收到信号 你好 这里是三瓦 我们乘坐轮船坠毁了 现降落在一个无名岛上 我们需要帮助 有人听到我们说话吗 阿里我想应该调节收音机的波浪 似乎还是没有回应 这也太糟糕了 朋友们用小星星为我们加油 助我们逃离荒岛 好家伙 兄弟们 我和麦奇刚刚听到了一声巨响 我们怀疑是村子中央发生了爆炸 现在我和麦奇要赶过去 现场查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是的 我们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么大的一声巨响 在这村子里面 我还是头一回碰上这种事 前面就是发生爆炸的地方 走吧麦奇 我们过去看到到底发生了 我的天啊 怎么这么大一个坑 这是什么 陨石吗 如果是陨石的话 那么它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我的天啊 这里不会下雨陨石雨吧 什么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如果真的下起陨石雨 那我们全部都会完蛋 我的天啊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可不想死啊 我还有两位树的鱼鹅没花完 嘿麦奇 你看谁来了 为你们两个站在原地不要动 我现在就过来 他到底想干什么 为伙计们 我们将要面临一个灾难 我们这里以及附近所有的村庄的位置 将会降落一场陨石雨 现在的情况非常威胁 你们要小心 我的天啊 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个消息 你们好好保重吧 我现在要赶去下一个村庄 告诉大家这个坏消息了 好的 谢谢你了 路上注意安全 天啊 姐姐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赶紧回家收拾东西 离开这个地方 我想这是唯一躲避灾难的方法 不我现在有一个截然相反的计划 你先跟我回家吧 我详细跟你说 我想这将会是我们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姐姐你快告诉我你的方案是什么 如果没有一个逃生方案 我们留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 麦奇你先不要慌张 我给你看样东西 那是什么 这就是我的计划 只要拉动一个拉杆 这里就会出现一条秘密通道 哇 这里什么时候有一个通道我都不知道 这就是我的计划 下去看看你都会知道了 我们需要在这里打造一个地下堡垒 希望我的这个方法 能让我们平安度过这次灾难 这是一个窗帘 只要拉开就好了 你看这是我的地下室 已经很久没用了 所以这里会有一点的脏 在这个箱子里面 我还存放了很多物资 哇 这简直不要太棒 是的 我想这次我们能不能平安度过这个灾难 就靠这些了 现在我们要做的 首先是把这个地下室先打扫干净 太脏了 我们把蜘蛛网和这些藤蔓都清理掉吧 不过施工前我们都要戴上安全头盔了 主要是清理这些藤蔓还有蜘蛛网 清理的差不多后 我需要在这面墙开凿出更大的空间 这样我就能有更大的空间 打造我们的地下堡垒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熬过这一场灾难 我们弄好了这一堵墙后 我现在需要考虑的 是我们的用水 我们需要把水存放在这个地方 这样我们就有水用了 哇捷捷看起来好棒啊 解决了用水问题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我们的食物问题了 现在我们需要打造一个农场 种植我们的农作物 如果不种植点食物 我们根本就没法活下去 你说的对 我们也抓紧时间打上我们的农场了 因为我不知道陨石灾难会什么时候到晚 我需要种植一点 胡萝卜 我爱吃这个 这屋子也太暗了 我们来得宁光石装上它 而且植物有光 它们也会成长得更快一些 这样我们很快就有东西吃了 我已经把这里都种上了种子了 最后我再给它们围上榨 我们的农场完成了 简直不要太完美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等它们丰收了 接下来我要用黑钥匙打造一个天花板 天花板好好的为什么要换黑钥匙 因为黑钥匙更加的尖格 我想它应该能抵挡住陨石的攻击 对于这次陨石的灾难 我们绝对不能小瞧 我们想要安全的生存下去 就必须把我们的地下堡垒打造的结实影 五湖打造完成 对了麦琪 我这里有翡翠 我交给你一个任务 我打算把我们堡垒的墙壁 全部换成翡翠材质 我想用翡翠建造的屋子一定很酷 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我现在需要到我们的通道入口上面 打造一个安全阀门 我觉得之前的门不太结实 怕抵挡不住陨石的攻击 换上这个门 我觉得安全多了 现在我要上房子的二楼 首先找到我们的房间 第一要拿的就是我们的屋 我们想要睡个好觉的话 床是必不可少的 我拿上了我和麦琪的床 回到了我的地下室 真期待麦琪把把翡翠都换上是什么场景 麦琪 看得出来你非常认真的在工作 这个地下室的转变简直让我感到意外 那当然了 麦琪你看我从楼上拿了什么 你拿什么东西 看我们的床 我把床拿下来了 这样我们就能睡个安慰觉 太棒了 我们这里没办法单独分开两张床放 所以我把它打造成上下床 然后再装上梯子方便上去 看起来很完美对吧 好了麦琪 接下来就让我们打造一个厨房吧 有了厨房 我们就能够烹饪美味的食物了 好主意 厨房我们就选在这个位置 之前堆放在这里等杂物 我就先把它们清理掉 首先我要放上冰箱 然后再放上我们的餐桌 麦琪麻烦你来帮我打造一下厨房 我现在想把我们的地面 都扑上柔软舒适的地毯 哇 麦琪看起来你的厨房进展很不错呀 我听到了地面上有一点动静 你听到了吗 可能是那些村民正在收拾东西离开这里 好吧 可能整个村子只剩我们了 不过没关系 我们可以在这个堡垒好好生存下去 我找到一面镜子 就装在这里吧 哇这个大帅哥 太帅了简直 我这边差不多已经弄好了 麦琪你那里进展怎么了 麦琪你要是觉得累的话你可以去休息一下 不用我已经把厨房打造好了 我们可以舒舒服服的生活在这里 不得不说麦琪你把厨房打造的很漂亮 我非常幸运有你这个搭档 我们现在已经把我们的地下堡垒打造完成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灾难的来临 姐姐我还是有点担心 毕竟已经很久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灾难 麦琪你放心吧 你要对我们自己打造的安全堡垒有信心 过了很长的时间之后 天空开始出现一个巨大的陨石撞进 真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想不通了 麦琪你醒醒 别睡了麦琪 发生了什么 我们这里怎么变成了这样 刚才有陨石撞击地面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我有点搞不清楚地面究竟是怎么燃烧起来的 我想我们得出去外面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待在地面外面发生了什么都不清楚 我们走吧 现在我要和麦琪一起去地面上弄清楚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里面都成这样了 我想外面一定非常糟糕 我不明白 一切都发生的那么突然 我的天啊 我们一整个村庄全被陨石给毁坏了 这简直太可怕了 这里都被摧毁的不成样子 而且还有一个巨大的坑 也许还有村民活着 我们去找找看吧 我跟麦琪一直在附近搜寻 想看看还有没有村民还活着 姐姐我现在真的很害怕 我看那个村子里面 现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触目惊心的 是的 不过我还是觉得非常幸运 我们两个活了下来 我的世界里的龙你有养过吗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方快哥 今天我和大傻春发现了一些会让你们惊掉下巴的东西 准备好了吗 321看这里 知道这些都是一些什么吗 你没有看错 这些就是龙蛋 那些龙会自己脱壳出来吗 龙蛋一般是不会自己孵化出来的 它们可能会一直被困在壳里 但是如果稍加帮助 就会孵化出几只龙宝宝来了 让我们开始孵化吧 等等你在干什么方快哥 你想把它们给煮熟吗 现在可不是吃饭的时间 等等它在动 说明这些火对它有作用 因为这是一个火龙蛋 所以需要用火焰才能把它们孵化出来 别担心这些火焰不会伤害到它们的 那这个呢 这个是一个冰龙蛋 所以我想它应该需要用水来孵化 就像是这样 我需要在这里加满水 是会有用吗 它冻住了 很好说明我们的孵化方法没有错 已经起效果了 看它现在在里面跳舞 我已经感觉到它迫不及待地想出来了 它们在不停地跳舞 现在我们做的只有等待 等待它们慢慢地被孵化出来 快出来吧小龙 我在想它们会长得像我还是像你 大傻春它们不是我们的孩子 它们是龙 我们只是帮助它孵化出来 它们能孵出来吗 已经到中午了 它们还没孵化出来 我很想看看它们长的是什么样子 大傻春快看了 这只小火龙孵化出来了 它看起来很可爱 它飞到了我的肩膀上 它看起来和我很配 我们都是红色的 现在我跟它是最好的朋友 它看起来很喜欢我 这条怎么还没有孵化出来 可能因为它是冰龙 所以要慢一些 让我们再等一等它 我看 它孵化出来了 一条白色的小冰龙 它看起来很可爱 它爬到了我的肩上 它应该很喜欢我 现在我们一人有一条龙吗 这真的是太神奇了 我真的是有史以来最神奇的事情 我感觉它们可能饿了 它们刚刚孵化出来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给它们找点食物 不过它们喜欢吃什么呢 龙应该喜欢吃肉 我有非常多的肉可以喂给它们 天哪 快看它在快速地成长 这可真的是太神奇了 它长成了一条巨型火龙 它太帅了 现在到你的了大傻春 吃吧吃吧 太棒了 它在拼命地长大 不过它的头怎么卡在墙里面 希望它不要被憋死了 哇 我飞起来了 这很酷 我第一次坐到龙身上 我也想飞 快过来喷火龙带我一起玩 现在我们一起骑在龙身上 这很酷 我想应该从来都没有人骑过龙吧 等等我发现我可以利用它来进行攻击 看那边有两个墨影人 让我来让喷火龙用火焰攻击它们 这太酷了 它们在找我 你是怎么做到的方块哥 慢慢来 你需要和它磨合一下 让你的龙信任你 我的龙也可以喷火 当然不行 你的是冰龙 你的龙只能喷射冰块 你尝试去控制它 天哪它喷射冰块了 我做到了 这看起来真的太壮观了 下面还有一些僵尸 让我们一起来攻击它们 被龙消灭是它们的龙血 它们是第一个被龙消灭的僵尸 它们被我们全部消灭了 现在让我们一起去冒险吧 骑着龙去冒险这种感觉很 空中的风景好美 快看那里有一些僵尸 让它尝尝我们的厉害 我还冰冻住了一些猪 还有一只冰冻的苦力爬 我们很强大 我感觉应该没有什么会比我们更强大了 看那边大傻春 那是什么 这是一个掠夺者的哨塔 它们很强大 我们要小心一点 它们会伤害我的吗 这些掠夺者发现我们了 让我们好好招待一下它们 我要把它们这里化成灰井 接招吧 哈哈哈哈 我们把它们全部消灭掉了 它们的基地也被我们给毁了 它们再也伤害不了村里了 这些掠夺者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对手 不止它们没有人是我们的对手 除了墨影龙 你觉得我们能打败墨影龙吗 我不确定 但是我们有两条龙 或许我们可以去试试挑战一下墨影龙 让我们出发吧 现在我们来到了墨影世界 让我们找一下墨影龙在哪里 我看到它了 让我们发起进攻 我不大傻春你在干什么 你把我给冻住了 不要攻击我攻击这个墨影龙 太奇怪了 我们的攻击对墨影龙没有造成一点伤害 好吧 或许我们攻击不了墨影龙 如果能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给我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